担心谢令无意中得到了一根点金棒 他才迷心窍不停地点点点 花猫变金毛 石像变金像 最后老娘和妻子也都变成了金子 品味一部电影走进一种人生 今天带来一部八仙的传说 本来仙岛上 鸡尾神仙正在聚会 铁拐里拿出了自己的酒葫芦 变出了一堆美食佳肴 和仙姑用鲜花变出玉碗 但是和花八瓣 八只玉碗 却只有七个神仙 众神仙不禁感慨 要是能再度一位凡人成仙 他们就可以凑成八人了 成就八仙的美誉 铁拐里灵机一动 他早已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是当今圣上的大舅子 名为曹国舅 皇帝昏庸好色 不断在民间选妃 曹国舅直言觐见 希望皇帝安心治理国家 皇帝不仅不听 还把曹国舅贬到了偏远的棚栏 七位神仙听后 对曹国舅的品行十分满意 他们决定设置难关 考验曹国舅 曹国舅被贬后 来到了一处道观 以便修养身心 谁知道两个乞丐 却在此时大呼小叫 曹国舅只能失望说 原来道观也不是清静之地 此时道长就告诉他 清静之地 他倒是知道一处 传说女娲补天离开之时 留下了一个脚印 脚印化成山谷 景色优美 令人心旷神怡 曹国舅听完大喜 此时乞丐牵来了一匹白马 告诉曹国舅 白马可以带的钱往山谷 曹国舅喜不自胜 骑上了白马 瞬间腾空而起 本来道长是汉中里所辩 而两个乞丐 则是铁拐李和蓝彩臣 就这样 曹国舅踏上了 接受考验的旅途 途中经过了一片田野 一伙官兵正在抢抢美女 曹国舅上前阻拦 可士兵并不理会 把他当成了一个 管闲事的老汉 将他赶走了 原来此地知府的老婆 十分丑陋 他得到了一个秘方 需要七位美女的眼泪 练成美容丹 只要吃下美容丹 就可以变成美女 为了让美女们多流眼泪 知府还命人不停打 可是也奇怪 虽然被打得伤痕累累 美女们却流不出眼泪 于是残忍的夫人下令 点燃火盆 用花椒大料熏 一定可以熏出眼泪 这时候 一个穿着破烂的道人 找上门来 即使是铁拐李所 说自己研制了一种 变美的灵丹妙药 知府看他的打扮 以为是个乞丐 可知府夫人一听能变美 根本不顾知府的劝阻 请铁拐李立即取药 于是铁拐李用身上的污垢 搓出了一个泥丸 放在水中 泥丸竟然变出一个美女 偏偏起舞 说到只要喝下这碗药 就可以变成碗中的美女 着急变美的夫人 便不顾恶心 大口大口地喝完了药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夫人的肚子疼了起来 在地上不停地打滚 知府见状准备捉拿铁拐李 却忽然听见背后一声 娇羞的声音喊着老爷 回头一看 夫人果然变得美貌无比 成为了碑中的美女 巧合的是 皇上挑选美女的圣旨 也来到这里 命令知府尽献美女 夫人听后鬼迷心窍 和知府商量后 决定假扮成知府的女儿 尽献给皇上 那知府就成了国账了 果然皇上见到美貌的知府 夫人龙颜大月 当即下令 封她做贵妃 谁称想夫人跪拜谢恩后 一抬头又变回了 云仙丑陋的模样 皇上一阵恶心 让人乱棍打死了知府夫人 曹国舅以为皇上感谢归正了 便又来劝劫皇上 谁知皇上正在气头上 将她贬为了草民 曹国舅这时才明白 皇上昏庸无道 世间不可能有清静之谍 决定放弃使徒 话音刚落 太监和皇帝哈哈大笑 原来他们二人是提拐礼和 半钟礼所化 金鸾殿也变成了道观 就这样 曹国舅通过了这一轮考验 之后曹国舅身穿官服渡河 传宫见到他衣服华丽 向曹国舅讨要 被曹国舅拒绝了 谁知 传宫一怒之下 把他丢在了河中 眼看河水要淹没曹国舅 传宫轻轻一点 曹国舅又服了上来 一身官服变成了朴素的布衣 原来传宫是河仙姑所化 他用法术没收了曹国舅的官服 原来啊 河仙姑最讨厌做官之人 他出生于官换之家 父母重男轻女 狠心把他抛弃到了荷花池 河仙姑被好心的大娘抚养成人 与栋宾化作凡人羊毛 三次试探河仙姑 第一次劝他放弃养母 回到官换生父母家 第二次让他抛弃养母 和秀才儿子结婚 第三次又化作生父 劝他跟自己回家 可是河仙姑都拒绝了 他三骂吕洞宾 吕洞宾大家赞赏他的笑心 收他为徒 祝其飞画成仙 之后一无所有的曹国舅 只能回到老家汉养 老乡善良 免费送给曹国舅一碗茶喝 谁知却被大哥的家丁打翻了餐位 原来大哥和侄子 借着自己的名义 横征暴脸 仗势欺人 曹飞有眼不识泰山 还把曹国舅一通戏弄 气急败坏的曹国舅 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可当哥哥得知了曹国舅 没了官职 也没有了手足情 将他赶了出去 曹国舅失魂落魄的一路流浪 看来人间亲情也是不可靠 就在此时 看到两个亲兄弟打得不可开交 原来两人的父亲 得到了一根金棒 可以把一切东西变成金子 如今父亲刚刚去世 两人便为了争夺点金棒反目成仇 曹国舅大怒 将两人扭送到了衙门 谁知当内县令 却建才起义 把点金棒占为己有 将曹国舅和两兄弟赶了出去 县令回到家里 迫不及待地尝试了一下 正巧一只黑白花猫走过 他用点金棒一点 小猫立刻变成了黄金猫 夫人高兴极了 他把观音像变成了金子 又迫不及待地把最讨厌的婆婆变成了金子 县令得知急忙赶来 虽然没了妈 但这么一大块金子更让他高兴 县令灵机一动 也抢过点金棒 把夫人变成了金人 这还不够 有了金妈金夫人 县令又把整座衙门都变成了金的 这样他就有了一座金卵殿 可不小心脚下一滑 跌倒在地 把最喜欢的小妾也变成了金子 这时曹国舅带着兄弟俩也找到了县令 讨要点金棒 县令决定把他们都变成黄金 可是点了半天 三个人都没有一丝变化 原来啊 这两兄弟是韩湘子和吕洞宾 而点金棒不过是韩湘子手中的主敌 他用主敌轻轻一指 县令化为了一堆白骨 曹国舅接过主敌 打向了金卵殿里的宝物们 金碧辉煌的宫殿 变成了破烂腐朽的木头 就这样 曹国舅舍弃了官微华府 尝遍了人间冷暖 也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 明白贪心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终于大道得逞 成为了八仙之一 八位仙人齐聚蓬莱仙岛 驾逢王母受枕 他们决定去找龙王为王母祝寿 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众神仙纷纷召唤出自己的法器 而曹国舅的法器就是上朝用的护板 发现过海各显人通 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 故事到此结束